爛個性 你們講的 你們都美好的特質 可是都不是 對每一個 你們認識的女孩都這樣 然後就講說 因為那不是我認定的 不是你認定 有什麼出手 因為我們要觀察 先摘一下 觀察一下 自己做最喜歡說這句話 我們要確診啊 對 我們就是傻 你們還在觀察的時候 我們就掏心掏肺 那都難得進入排行榜 進展周星座老師打臉 我跟慧如兩個人 都掃一支手機 掃 掃一支手機 沒有沒有 這是真的摩羯座 先欣欣老師說 老師說摩羯座 為什麼摩羯座幹嘛 摩羯座認為啊 那個花 不夠花錢解決的問題 這不是問題嗎 原來是這樣 因為講就不加分了 天啊 什麼話 老實說 說什麼 講說的是呢 這個星座呢 把這個人分成12種類型 那男人這樣說起來 好像也是有12種 所以呢 這12種男人裡面 有哪些會讓女生 倒胃口 或是讓女生 覺得需要退避三色 需要防 需要防他們一下 我們現在研究 幹嘛研究呢 他好啊 哈哈哈哈 本身我就是一個摩羯座男生 所以我們今天找來了 其他的11個星座在這邊 登登 我們今天湊齊了12星座軍團 哇 然後我們要讓大家分析一下 我們這些星座 哪一個男生 有些不好的地方或什麼 就直接解開我們的假面具 就是一個這樣的一集 誰什麼假面具啊 就覺得你有假面具好不好 哇 幹嘛會在攻擊啊 不是 那個戀愛次數也太誇張了吧 對啊 算不出來 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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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因為他們製作掉主要 打電話跟我RA的時候 我電話中 好 正在 正在談戀愛 對 所以那個時候就不方便跟他們 透露這個次數 對 好不好 不是啦 戀愛次數其實算得出來啦 但他聽成是 戀愛次數 算你算不出來了嗎 厲害了 誰算得出來啊 對啊 那到底還算不出來 沒有這怎麼算的對不對 來我們當然請來幾位 算是受害中的女生 來歡迎幾位 哈囉姐 慧如姐 文如歡迎 大家好 好 我們還有星座專家 王岐老師 王岐老師 好 藍波 來 老實說 我先來啊 好 跟哪位女藝人合作時 身體曾經出現過反應 什麼 每個都有 哈哈 色 色 下流 你這樣也打 我講實話你也打 下流要打 老婆發火 跟沒有人請你上通告 哪個讓你比較害怕 不用想啊 絕對是通告啊 哦 老婆放哪裡 好 這是二次傷害嘛 他沒有把老婆放眼裡啊 請用一句話 一句成語形容你的最新作品 就是 神取KIGA KIGA 哦 人生的最高峰 哎呦 可以隱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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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作 代表作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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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打你 我跟你講 獅子座啊 是不可能隱退的 他講他人生的最高峰 他就 接下來他怕再做不出好東西 他就說 我要隱退了 哈哈哈哈 獅子座就是要做不出 獅子座要求對不對 對啊 我沒有 我的作品沒辦法 再超越三太子 沒辦法 就到這裡就好了 可以超越自己 謝謝啊 OK 好 阿布來 哎 來 如果 你有機會接演兩千集的長壽劇 But 角色必須反燦成女性 就是演女人演兩千集 你願意接受嗎 可以的 老闆 好適合哦 好適合哦 好 你找我演 找我演 好適合哦 好適合哦 你咬這麼不肯啊 被說 娘炮被 跟被調侃說 你中看不重要 哪個會惹怒你 什麼中看不重要 你用過是不是 哪裡不好 哪裡不好要你說 別來電套 那這樣子 有一天如果郭欣跟你告白 你會怎麼回應他 阿樂 你想幹嘛 你是不是看上誰 想要我幫你忙 為什麼要跟我講這種話 有問題 走開 欸 有可能 好 請回座 一開始我們先問一下所有男生啦 你覺得自己的星座 有什麼值得讓女生 來跟你交往的特質 你先說啊 我先說嗎 來 我 不不不不 我有寫 我有寫 每個人都有寫 每個人都寫一句話 好嗎 我們摩訣作的特性呢 就是一路加分 哪有 一路加分 什麼分 一路加分 聽我講完 因為摩訣 不過摩訣作得很怕老婆 對對對 摩訣作得很怕老婆 但還沒當老婆之前 他才沒有把他放在眼裡 沒有 還有他 摩訣作一開始 人家會覺得說 摩訣作是不是有點無聊 無趣啊 真的 但是摩訣作是這樣 你一路跟他一直交往下去 他就像好酒一樣 他好東西會慢慢地跑出來 跑出來 然後他的那個小有趣 跟那個你後來 你會越來越無法自拔 所以摩訣作會換你 深陷其中的一個好星座 就是我摩訣作的部分 摩訣作是沉到最後 自己會先走了 他會自己就是 覺得這段戀情太久太久 他覺得太無聊了 他就會想要找另外一個新的 但是他又放不掉前面那一個 你肯定碰過摩訣作 他碰過摩訣作 我碰過摩訣作 可是因為摩訣作 後來發覺這個不行 你們不好意思先提分手對不對 摩訣作不太想分手的 對 摩訣作不講對不對 對 就是因為不講 可是另外一半會被他傷害啊 因為他同時可能 又有一個喜歡的人 但是他又不想跟你說分手 當你知道他已經有 另外一個喜歡的時候 你就是受傷 是 對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摩訣作 他有一點點人格分裂 要嘛就是很務實 然後要嘛就是很浪漫 但是他的浪漫呢 就是有點像舒适 或者是徐志摩一樣 因為他們都是摩訣作的 就是有那種 有才華的那一種 然後呢他只會對真愛的時候 才會表現出那一塊 而且摩訣作 沒有什麼金錢概念關係 花錢會亂花 沒錯 沒錯 真的 然後買一些阿力不搭嘎的 很貴的 然後他覺得是寶拿出來給你去看 你覺得是 垃圾 垃圾 其實我真的覺得 十二星座 你有什麼特質吸引女生 你只要遇到傻逼 你就很有特質啊 啊 對啊 就是很聽話的 然後很容易騙的 沒有 我跟你講 我跟妳講 摩羯座 我跟妳講 摩羯座 摩羯座特別聽話的女人 她還不太喜歡 對 對 對 我們有點犯賤 對 就很犯賤 你就有點小男家而已 然後就是摩羯座 OK 那獅子座呢 其他男生 因為獅子很喜歡當王嘛 如果當我的女朋友的話 基本上 你就是我的 五妹娘啊 少來 可是她可以把妳幹掉 少來 獅子座 你是秦始华 你是秦始华 真的 對 而且 五妹娘是我 而且獅子座的人很愛睡念 他會一直在你旁邊 一直睡念很像阿伯一樣 他就是一直覺得 你什麼事情都應該要照他說的 你小心一點 你旁邊還有一個獅子座 男生 男生 怎麼什麼都可以講 你收起的所有星座 我跟你講 獅子座的女生也很愛照表妹 也是碎碎念 一直念一直念 就覺得說 你應該做好 我可以 為什麼你不可以 白白都是人 而且他說你是我的五妹娘 我覺得應該不是應該改成 你是我的寵物 因為我覺得 獅子座的人占有欲很強 對 沒錯 你講得都沒錯 但是在獵物得手之前 我們真的是把她當五妹娘 對 得手之後就不現了 變成娘 得手之後就變成皇太后了 少太 沒有 得手之後什麼皇太后 你自己會變成太上皇 真的 因為他 製作男生很照顧女朋友嗎 我太照顧了 很照顧 是真的 因為我們其實來講 沒有碰過耶 而且對於我們這種外型的男生來講 其實更需要巧思 我交過的女朋友 說實在 因為我們不是像是很帥的人 所以我們需要有點創意 我其實 他在說你耶 他需要創意多了 他需要 我很累 我都會想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有時候 像我國中高中的時候 交往的女朋友來講 我 平常人家的小貼心 溫鬆 溫 溫馨接受期 這都算了 我的女朋友 基本上 暑假 寒假的作業 從來沒有寫過 就是要害一個人 沒有寫過 那為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貼心是在怎麼樣 我們就出去玩 去打工都OK 沒關係 你作業交給我 而且女生的作業不好寫 因為你要找到女生的字記 可是你自己寫就算了 你要找到一個女生的字 跟他差不多的 然後也懂那個功課 而且你知道 暑假寒假的作業 有時候還要出去拍照 拍照的時候 你就真的跑到那邊 博物館什麼花都拍好 所以基本上 暑假寒假之後 我女朋友直接回到學校 作業交出去 對不起 還得獎 可 這是很肯定的 但是其實字字座也是 找別人去做的 不愧自己做 當然因為女生字 我們寫不出來嘛 但是那幾年 大概那暑假的 這個心思就不錯了 可是我跟你講 獅子座就是 我的女人 一定是 帶出來的 是要展現 是最棒的 對 所以我要給我女人 最棒 最好的 回家關起來 你講得好準喔 講得好準 因為我現在說的 名產 動產 都是在我老婆那邊 也是獅子座 啊 真的 對 那金牛座呢 阿布 走在充滿陽光的草莓 什麼意思啊 等一下 再聽話講 好 我知道金牛座 給大家很多的怨言 但是呢 可能這一集 只有這一次 這一句講好話了 好不好 跟金牛座 自己知道 因為 跟金牛座的人相處 為什麼大家對金牛座 很多怨言 因為大家覺得金牛座 固執小氣 對 小氣 可是其實這一點 我待會再解釋給各位聽 我必須要說 這件事情 就是要形容 就是說跟金牛座的人相處 你要走長遠的 就是說你不用擔心 未來會有什麼大起大落 是 你可能沒有太多的驚喜 可是你會上到谷底 真的 你就是穩穩的 慢慢的走長遠 但前提是 你必須是 金牛座認定 並且覺得值得的人 對 這是沒錯 金牛是說 如果是我自己的老婆 或者是我認定我要娶她的話 或是我自己的家人 他就會對她很好 因為金牛座家 但是也不會掏光口袋給你 他是有預算的 對 就是爸爸媽媽 譬如說有一個等次是多少 老婆應該有多少 他這心裡都已經算好了 他們會算好 他最大方的就是吃喝 對 在吃東西喝東西 吃喝完的時候比較不在意 可是你真的要叫她買衣服啊 什麼的 花大筆錢的時候 他這時候就會考慮 而且喔 金牛座會有一點 外面穿的光鮮亮麗 裡面的 口袋空空還有 他裡面的內衣內褲襪子 可能襪子脫下來有破洞 褲子破孔了 他還在穿 為什麼他覺得舒服 你知道 這外面 外面看不見的 沒關係 金牛座習慣一個東西之後 他就習慣 比如說我走進便利商店 我永遠都是買一樣的飲料 對 我就是習慣喝這個 我不會去買一些新的東西 或什麼的 比如說我也會很用心的 在於女朋友的每一件事情上 比如說我曾經有過一次例子 我女朋友 她那時候有一雙高跟鞋 那因為上面有一個 金屬的鏈子不見了 就不見了 那她說 因為她 我就聽到她講一句說 後來 因為那雙鞋 其實她在一年多前 在新加坡買的 我在台灣喔 我還是幫她找 我盡量的去幫她找 結果我找了很久 我花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終於讓我找到了 在大陸的一個網站上有在賣 而且只剩下那一雙 而且剛好還是她的尺寸 我透過內地的朋友 想要花 就是想說可以幫我去買這雙鞋 後來我朋友搞了半天 搞不定 結果我自己上網研究 反正我就弄了 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 終於讓我找到另外一個網站 她可以幫我去支付 這個網站的費用 然後我就透過這個網站去買到那雙 剩下最後一雙的鞋 你也知道女生的鞋子 一年多以前的款式 你現在要找怎麼找 太難 後來就真的讓我找到 可是我想問一下 這件事情是你在交往多久的時候做 半年吧 半年 果然 而金牛座交往久了之後 這些天心的事情都不見了 不會 這個絕對不會 哇 人家草原都沒了 而且你知道金牛座有的時候 他認為說 為什麼不會 我覺得不會啊 因為你真的 金牛座真的是認定了 他就是付出全部都沒關係 我有100塊 可以全部給你100塊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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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牛座沒有任何心 你不要騙人 我告訴你 我以前交往的女朋友 就是如果她沒工作的話 她全部花我的錢 我卡給她都沒關係 沒關係金牛座有遇過嗎 有 我遇過一個金牛座的男生 但是跟你們講都不太一樣 就是曾經這樣 屁股之後在聊天 然後我跟他講說 我就一直好想買一個皮夾這樣子 但他不是特別的節日喔 就在平時的時候 他突然就買了一個 兩個 就是L開頭或C開頭 就是兩個都給你這樣子 他不是讓你選一個 是兩個都給你 他說你需要長夾來 兩個都給你 對 我就是這樣 真的 我只要聽到女朋友說喜歡什麼 即使她只是隨口說說的 我可能就真的去買 不見得貴 不見得便宜 我教過你的金牛座的 我就是會記住啊 我就是會記住啊 金牛座記憶有那麼好 我認定了這個 重點是我認定了 我認定了 那我就一定會記住 不過坦白講喔 金牛座就是很固定對不對 因為它屬於固定星座 對 我很穩定的 所以你們 如果離開一段戀情 也要很久才會恢復對不對 是 那也很久才會再進入另外一段 也滿久的 因為金牛座的 他防人之心很有 很強 他有道強 也不像獅子座 獅子座傻逼傻逼的 好大都是朋友 大家都來 好朋友 我不知道別人怎麼樣 就是說 比如說一段戀情讓我很受傷 之後 我看到了 比如說遇到一個新的對象 可能條件也不錯 可是我看到他的某一些點 跟前一個那個 讓我傷心的那個人 一樣的 我就開始會退了 我就開始會退 所以這 會讓這段時間延長很久 你就要跟摩羯做學啊 那一覺醒來又忘了 有超過二次小時嗎 當然也有過 哈哈哈哈